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包括直播背包 摄像机和录机等 而不同的一点是 今年在我们的设备清单里多了一样东西 就是这样各式的口罩 在当前疫情的防护形势下 那去到公众场合前 佩戴口罩成为一种习惯 与以往一样 在开幕日当天 我们到达现场的时间比较靠前 主要是为一会儿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 到了现场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 今年在大会堂前 并没有像以往一样 排起一个记者的长队 从之前的新闻中 我们可以得知 今年为了有效的防控疫情 很多新闻发布会 采用线上的方式去进行 这位就是我的摄影部同事 韩老师 你觉得今年两会 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 天气暖和了很多 像往年还需要穿薄的羽绒服 今年就只要穿衬衫就可以了 进入大会堂以后 我们发现整个的陈设 不止还是保持着严肃 庄重的气氛 而不同的是 在今年的这个陈设中 有了一这样 像我手上这样的消毒湿巾 和干纸巾这样的一个摆设 这也是出于防控疫情的一个要求 以上就是在两会现场 我所看到的变异不变 而关于代表委员 他们在今年这个特殊年份下 有哪些新的思考 让我们在接下来的会期里 继续观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